哈喽大家好我是彩虹 在炎炎的夏日能够吃上一碗清爽的凉皮也是一件美食 但是凉皮的做法繁琐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不用面粉不用洗面来做一个特殊的凉皮 相信大家一定没有见过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根山药给它去皮 去皮后的山药刮成薄片 再准备一些土豆淀粉 把山药片表面均匀的裹上一层 这里需要注意一定要用土豆淀粉 用其他的淀粉我试过了 效果不太好 裹好淀粉后先一次在盘中摆好 再放入到蒸锅中 中间要留出空隙 防止在蒸的过程中粘连 水烧开后蒸5分钟即可 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调个料汁 先准备适量麻酱 倒入香油将麻酱卸开 另准备个小碗 倒入三勺生抽 大约一勺半的九度米醋 手抖了一下 有一些倒到勺外了 这些就完全够用了 再加入两小勺白糖 两颗盐 适量辣椒油 两勺麻酱 适量蒜末 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做好了 这时塞腰片也已经蒸好了 夹出来马上放入到凉水中过凉 然后装入到盘中 加入黄瓜丝 香开末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吃了 晶莹透亮 看着就好吃 我们的三腰凉皮就做好了 现在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特别的爽滑又有韧汁 特别是这个姜汁 调的味道非常正 和买的味道一样 特别好吃 重要的是 做法真是太简单了 而且营养又不怕吃胖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试一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